今天就说一些我们和田玉行业里面一些不成文的 可以说是一种互相之间的默认 大家都知道和田玉是可以染假皮色的 有一些染假皮色的水皮 染上去以后永远不会掉色 是永远不会掉色 不管是原料商也好 或者说是零售商也好 即便是假皮色 但是在肉好的情况下 价格是不会有影响的 反正不会掉色 所以两方都默认了 这个是真皮色 你说它是不成文的规定也好 或者说是套路也好 总归现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规则 今天就细数一下那些个他之我之 但是你不知道的和田玉染色商品 大家看一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一块黑皮料 这个料很有意思 特色十足 背后是白肉 前面是黑皮 利用皮色雕的关锅 这个黑皮色有很多人不喜欢 大部分人喜欢的是比较亮的颜色 所以我要为什么拿这个黑皮呢 因为这块黑皮子才是基色 有了这个才能方便染其他的东西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 你们是不是很惊艳了 这个皮修就是纯纯的染色的 它原本的底色是这种黑皮 但是没有这个黑皮子这么深 颜色会更浅也没有这个这么油 这个原本的颜色应该是比较浅的 然后比较僵的 然后背后也是 但是染出来以后就显得非常惊艳 但美观程度来说 这个比这个要强多了 所以市面上现在大量充斥着这种染色的东西 然后大家去买回去以后 它也不会掉色 关键是这一点 它不会掉色 然后还有这种 它首先它的料子品质非常高 白度密度油润度什么的都是高标准 然后呢 它会在这里给你蜻蜓点水一般的 给你上一点点黄皮子 做了一点甲毛孔 你们看到了吗 甲毛孔 把它充当资料来买 而且这个黄皮子是永久不会掉色的 你们别看这个星星点点的 就有小部分的染色 但是这种染色水平算是水准比较高的了 因为它能在这种肉上面染色 一般都是姜上面染色 OK 大家学到了吗 当然我的建议是中间这种呀 你要是不喜欢把它磨掉就好 因为料子本身的价值是在的 这种也可以买 这种的话 它非常有特点 我蛮喜欢这种东西 我们下来点诶 下来点诶 谢谢 我们下来点诶 就会让人战 就会把人战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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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